在洛阳掩饰的一个居民区内藏着一座两千多年的古墓 墓主人不是一般人 可以说秦始皇能统一六国成为千古一帝 这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秦相国吕不韦 因为吕不韦墓种在这里 所以这里也叫大众头村 据当地居民讲 很早以前墓种要比现在大很多 上面还有房屋几间 如今的吕不韦墓看起来只是一个残损的土种 旁边都是菜园子 还有一个墓碑为1994年所立 吕不韦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从一个成功的商人变成秦国的丞相 可见他的远见着实 他早年在赵国结识了秦国赤子义人 认为义人其祸可居 并花重金将他从赵国逃到秦国 一步步成为后来的秦庄先王 还把自己的情人赵姬送给义人 生下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也有人说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吕不韦因烙矮事件被卷入一起宫廷政变 被秦王正罢官流放属地 吕不韦在流放途中自杀 吕不韦虽然唯利是土贪求权势 但他的功劳也不小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秦庄先王 更没有秦始皇统一六国了